明朝1.2卡池终于来了 超人气新女角色哲之也已经登场 各位漂泊者们是不是都已经抽到了呢 而说起折织首日卡池的流水数据情况 也终于出炉了 一起来看看吧 废话不多说 具体大家直接看下图哈 可以看到 截止到目前1月2日上半卡池折织的首日流水情况 对比总榜的话 较之前的排名上升了78名 目前总榜的排名是29名 游戏榜单排名目前来看 较之前提升了48名 目前排在第18名 看样子虽然折织的人气很高 不过距离近前十 甚至超抖音还是有些距离的 就是不知道后镜足不足了 而说起1.2折织卡池 首日流水在各国 及地区排名的情况 如图所示 整体来看的话 流水数据不是太理想 不过毕竟是中午才开的卡池 距离首日流水结束 还有半天的时间 到时候应该还会有一波增长了 起码目前的排名来看 各区扶明朝在位上榜 总的来说 1.2卡池折织的人气 还是非常高的 就最近明朝官方公布的 1.3卡池的新五星角色 首按人 同样人气很高 一点不输折织 对于折织流水 还是有点影响的 不过两位新角色 都想抽的漂泊者们 也不用担心 下半卡池的巷礼 要是免费送的 也就是说抽完折织 再抽手按人 双银岂不是更香 明朝1.2版本终于开了 折织这一角色 可以说强度和口碑上 迎来了一波逆转 作为第二名五星协同角色 一经登场 就让不少漂泊者 拿他和银铃做对比 折织0加0完全够用 要打输出常驻定向 一把音感仪 直接说总结 那就是操作难度比银铃低 对专武没有太大需求 功能性比银铃强 因为能当充电宝 输出比不过银铃 只能说除非惊喜缺队友 否则考虑囤一波新生 如果考虑到全队 其实所有武器都差不多 因为他在队伍里的伤害占比 就没太多 所以要不要抽专武 还需要权衡一下 现在直接成为百搭协奏服 然后就是手按人的一些消息 在论坛中看到了手按人 要被直接优化一些地方 毕竟现在还没走测测试服 改动是正常的 最大的改动 就是立会建模的更改 让不少玩家感到满意 据说后续改动后 手感更加丝滑 这只能后续版本中才能看到 不过这也是有了一份小小的期待 对手按人目前可以说 全部玩家都非常期待 可以说 折制和手按人对精西适配度 还是较大的 结合大佬的精西复刻时间安排 1.3单复刻迎零 然后按照顺序来看 精西在2.0版本中复刻概率非常高 主要总能听到 新春版本会有精西皮肤的消息 到时候直接安排精西复刻 岂不是更香 以上就是本期论坛上最新消息 先当图一了看待 毕竟后续卡池和强度都会有所反转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